举目所见不论建筑 树木几乎焦黑一片 路上车子也被烧到只剩下车壳 夏威夷冒一道野火延烧一周 各处还有火苗继续再烧 消防员得尽快用强力水柱扑灭 免得新兴之火再度燎原 阵风风速最高每小时130公里 等于火是以每分钟两公里速度快速蔓延 比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还要快 居民回想当时逃难情景还心有预计 我脱出了我的车队 我脱出了一路由拉海奈 已经有几千车的车子在前面 它是站在路上 在我的后面镜上 你能看到热门在路上 根据当地政府最新数据显示 内陆地区已经控制住60%火势 拉海纳地区则控制住85% 而中部基西地区火势则是完全控制住 除了热风 消防员还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灭火要用的水就快没有了 拉海纳灾民也充当起志工 帮忙整理送来的衣服和食物 一位家族九代都住在贸易岛的居民 带着CNN记者回到已经被回的家园 美国名流陆续投入救灾 包括曾住过夏威夷的前总统欧巴马 也站出来呼吁捐款 脱口秀天后 欧普拉自己也算是贸易岛居民 她亲自到当地的避难中心 了解现阶段的救灾需求 居民查理和布兰尼夫妇也住在贸易岛 他们的家被野火摧残后 马上在联署上募款 一拿到钱立刻分给当地灾民 还统筹物资车队深入灾区 第一时间确保灾民能直接拿到现金 才能对外证明这不是诈骗善款 让捐款能够持续涌入 官方估计这场野火灾害损失 将高达60亿美元 夏威夷有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户外警报系统 却在火灾当下完全故障 州长推测是野火温度高到涉事1000度 让警报器给烧坏了 夏威夷最大的电力公司也面临官司战 多家律师事务所已经拿到不少 能证明电力公司设备 就是造成野火原因的证据 早在2018年 莱恩预风煽动野火 就带来不少灾情 当时强风不止助长火势 也阻碍空中运输物资 但地方政府却忽视警讯 居民无奈地说 同样的野火悲剧 到底还要再来几次 专家也呼吁 与其事后忙着放灾 不如事前做好方法 阻止悲剧再度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